Lio聊世纪 天天龙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来看玛丽人对上越南人 这场比赛是军阀三的主赛事比赛 OK 这场比赛是军阀三的八强比赛 玛丽人是Hera选择了出生点 因为大约在八点钟方向 那玛丽人呢 她的房子跟这些伐木场 都有这个建筑物的消耗减免 那她不管是在海战或是在路战 都是蛮多人选择的文明 所以我觉得她有T1的实力 就是她不管在大部分场合 都是很好使用的 那后期她的飘翰精神 可以加5点的骑兵伤害 中后期也可以打这个僧侣 或者是打这个 大量的飞刀的猎手跟步兵 都是她后期主力 那她的攻兵路线虽然有强弩 但是没有三级射 也有母子环 但是没有三级射的关系 不管是海战的弩炮弹船 或是强弩的路线时候 都会稍有不足的问题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马力人 都会指出火枪策略 或是直接打一个火枪配战 还有这个骑兵的路线 还有火炮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越南人 那越南人这个文明 最大的特色是 它的经济科技 有这个研发速度增加效果 而且它不需要木材就可以研发 所以前期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材资源 那越南人他的工兵单位是比较特别的 射箭场血量 他的射箭场里面的单位 强弩、战毛兵都有这个血量加成 包括这个马弓也是 那他的马弓到地龙时代是92滴血 所以有时候越南人也会走这个马弓策略 那越南人的中后期也可以使用枪兵 加上布弓兵、腾甲弓箭手作为主力 那后期的话有机会再转这个毛相夫 420滴血的毛相夫 甚至比192游侠血量还要多一倍的大象 那越南人呢 打法是比较偏经济型的 他也算是团战中的外交 常常出现的文明 好 那这场比赛是阿拉伯 阿拉伯这场对局距离是非常近的 那越南 这边是天才少年 那我们之前频道有讲到 天才少年已经加入了WES战队跟HOT一样 所以两位玩家都也是找到了新天地 不知道MBL 不知道这次军阀杯比赛之后 能不能签到一个比较好的电竞合约 因为我现在觉得四季帝国 直接选什么都是过得非常辛苦 所以如果大家呢 如果能多多支持台湾电竞的话 例如TAG战队的话 也是对我们台湾电竞有实质上的帮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越南人这边点下了一级伐木 直部技术 玛丽人点下了直部技术 两边都是直部技术 点上了 OK 那点上之后 都有穿衣服的状态 应该不太容易被抓掉村民 但枪兵还是得按 那最近阿神有打赢 好像在店长那边有打赢比赛 那时候我教他一个重点就是你上封键时代之后 虽然你是要打肉马没错 但是枪兵也跟着一起按会比较好 那你这个枪兵不管是要出门 或者是防守都一定会做到一定的效果 那他把这个比较小的这个记忆点记起来之后 他前期的稳定性就大幅上升了 毕竟枪兵会自动去戳人 还可以防守 所以有时候其实四季立我 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 跟这个重点有做到 实力就会大幅提升 尤其是在偏新手阶段时候 好 我们回到比赛中 那目前看到天才少年 是拉了枪兵跟工兵在前面骚扰 这扁果子去的村民 那Hera是暂时 他到底叫Hera还是叫Hero Hera还是叫Hera 因为日文是念起来就要念Hera OK Hera这边是直接打一个弱马 家里没有出毛兵 甚至连枪兵也不想往前戳 但是后面有出毛兵了 有出毛兵了 还以为他没出呢 好 那现在越南人走工兵路线 对他的优势非常巨大 那现在是三只工兵 在前面给Hera 不是三只工兵 三个人挖机 然后前方有四只工兵给Hera压力 Hera压力后方的弱马 继续用枪兵防守 这就是为什么你封建时代 不管你是要打什么 工兵或弱马 枪兵都是按下去 对自己的前起防守 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因为不用去想说 我一定要出一堆工兵防守家里 其实枪兵就可以十足防守 住家里被骚扰的问题 那当然遇到工兵的情况 还是要靠毛兵才行 好 越南人这边点一下 一级农田 一红荫木 Hera在那边是四只肉马 但是毛兵一出来 基本上枪兵工兵都能打 那为什么这边肉马还要上前呢 是为了要引诱少年这边 回头枪兵去戳肉马 所以并不是真的想用肉马 去打正面 那这边只要让他多回头几次 后面的毛兵 就可以多打到几次 这算是职业选手们的前期的小小的操兵技细节 我们如果玩家手术没这么多的话 就不要像Hero这样子 一直用肉马去适应对方枪兵回来 有可能你控不好 就真的被戳到了 那就得不偿失 OK 那这边枪兵五只 那下方有非常多 五只对六只 那是我们之前频道一直有在讲 这个对方双射箭场 基本上单射箭场的毛兵 就可以压制得住对方双射箭场的策略 虽然现在少年 也不是双射箭场 也是单射箭场 但是他也是明显 只能被压在家里 毕竟毛兵策略 是很好压制住工兵策略 那通常要做反打的话 越南人可能还要再转个马就出来 有转马就 刚刚转就转 转马就出去打毛兵才行 所以走工兵策略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开局模式 虽然前期的杀伤力会足够强 但是中后期遇到毛兵的话 转兵也是一大考验 因为你在这边转了落马之后 你很有可能 待会生时代就会弱鹤 那如果你工兵出太多 对方用单射箭场 毛兵就可以挡得住你 所以如果这边要打出经济差距来 还是要去多多偷家 所以这边少年还是出门 OK 但是Hero 这边是没有看到工兵主力在哪里 这边是稍微巡逻一下 他在猜 是不是工兵来到这边要骚扰呢 但是没有看到 那这里没看到 那应该就是下面了 但是下面暂时 就算工兵过来 也不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所以Hero还是把部队放在上面 原来这边要救的话 回来都可以随时防守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职业选手们在对应阿拉伯的 前期攻防战的时候的一个细节 有观众问的时候 为什么职业选手们都知道敌人在哪里 这其实就是 非A及B测试法 你前面都有一个哨战 你都可以看到视野了 那左边的话就最大可能 如果左边不可能的话 那已经就是后面了 那后面的话问题只要稍微微一下 基本上问题就不大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目前少年的防守 少年的防守 正面补了一根剑塔 但是这边肉马直接手撕枪冰 因为这里走一只 高地回头打枪冰 这个是 比较常在高手们的 小小细节里面做到的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说枪冰 遇到的话 肉马绝对不能上 但是如果是高打低的情况 是可以的 而且甚至拿下枪冰之后 待会自己的稍微的压力 也会少上很多 好 这边越南人 果然只转了一只肉马 没有继续出 这样可以顺利的点下城堡时代 但如果不转肉马的话 对方的枪冰 就可以一直压制自己 好 不是枪冰 毛冰 毛冰在后方 这边弓箭手 总共有11只的部队 11只的部队 这边要保存数量 不能送掉 这边少年送掉的话 他这把 就很危险 非常危险 尤其是他的木头 还被控了一下 那他后方木头 这里又被肉马溜过去 又被骚扰一波 哇 这个经济有点炸裂啊 OK 那家里的部分 枪冰过来守一守不住 但这坨工兵 这个就是 hero的吊虎离山之计 但是这里 不要靠肉马上前 用毛兵去 好 现在 越南 天才少年 想用工兵争取一些时间 但hero想要上了 不想要让对方生死代之后 再开打 好 这边用毛兵去打掉 数量 损失了两只肉马 肉马这边想要再上前 吸引对方回头 还是要直接做个包抄 要包抄了 OK 这里成功包抄掉 现在少年损失掉了这一坨工兵之后 家里可能要再补一个射箭场 如果要走工兵路线的话 但是刚刚木头被断的关系 现在木头非常稀缺 而且又补了一根剑塔 这意味着 现在少年上城堡时代 没有办法马上速开TC了 便利上也有非常不足的问题 好 这边先点下了一个吉巴姆 那hero hero 不是hero hero是英雄 他这边是也补了一根剑塔 因为主要这个基因 比较麻烦的是 这里不能盖任何城镇中心 所以这边补一根剑塔的好处 是会比较安全的 那为什么不能补呢 是因为这边是有高地的关系 城镇中心是没有办法拍下的 除非你拍左边这个位置 那这边补了一个剑塔之后 后方是可能要找个机会挖一下 待会才能补城镇中心 那越南人 这里果然补下第二个射箭场 那为什么这里要补射箭场 稍微解释一下 是因为你要补足自己的军事产能 你只有单射箭场的情况下 是很难稳定弓箭手的数量 弓箭手的数量没有办法稳定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对方按在地上打 所以这个也虽然是 新手们比较残放的错误 产能不足的问题 那直接选手们 他们这边细节都是做得非常好 OK 这边骑士补下了一只 后面有补了一个马厩 好 后面战毛兵二级射 工兵铠甲二级防 这里五只落马 一只骑士 是五只战毛兵 后方又补了一个城镇中心 这样就是双TC看哦 这边还是稍微挖石头开T4 还不是靠买卖啊 这边越南人天才少年 是有做一个细节 拉了三只村民去挖石头 把这个石头挖出来 就刚好又可以补一根城镇中心 好 这边毛兵进去永远太深入 少年这边要抓紧机会吗 好 但是这边一出来工兵就被点掉 细节还是做得很好 好 工兵现在来到了14只 这边转全黄金兵骑士配弓兵 那Hero 这边是只有战毛兵 加少量骑士 那这边要打得赢对手的话 玛丽人可以考虑使用战毛兵 配僧侣 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 玛丽人的僧侣在城堡时代 也算是蛮能用的 而且还有这个救赎思想 防止对方的越南人 转工程七只照所投十车 所以玛丽人Hero还是可以转僧侣 但是出其一次的好处 就是他有用主动权 抓对方的村民 会比较轻松一点 Hero这边一个双线 正面部分主力在后方 补下了一个工程七只照所 这里跟中技术也补下 落马上去想要去抓僧侣 但是里面没有僧侣 里面的村民也是补了城镇中心 两边打得非常谨慎 主赛事 大家不会想要开玩笑的 毕竟军阀三 这个比赛来说 也算是四季力国二的冠军赛的概念 这个奖金之高 非常可观 五万多美金 五万多美金是多少 三百多万台币 这个不能开玩笑 绝对不要跟钱过不去 好 这里非常多的战毛兵 对上大量的工兵 这里工兵路线已经来到了快要二十只了 十六只了 那这边战毛兵数量也是 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Hero这边是可以转僧侣的 我记得他是有救赎思想 我有记错 没有记错 OK 所以玛丽人我觉得会提网的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的 你就算走个防守路线 僧侣只要有足够科技的情况 对方打一个伸头 或者是打一个比较 纯黄金兵压制你的方法 你用僧侣是一个很好的防守方式 好 Hero果然是不想要放弃主动权 骑士出了是为了要去骚扰 家里没有骑士 这一波越南人可能会直接上 好这一波以上之后 战毛兵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的奴兵也要小心 高低打高 Hero这边用骑士挡坦住的正面 升旅想要招详 但是没有招详到 正宝兵及时反击了升旅回去 后方的弓兵继续甩弓 投资车没有打到重点啊 拍下 哇还是打歪了 但是后方骑士还在闹 露马加升旅一直闹一直爽 让越南天才少年的前方的步力 部队造成大量的损伤 投资车第一时间没有控好 然后升旅的站位也不是非常好 被Hero马上给抓掉了 哇这波动生 生动即兴策略 打得非常漂亮 OK Hero这边这波烧倒之后 经济差距打了出来 资源领先2k 灵敏村民数差不多 资源数却差距很大 世纪帝国就是一个滚雪球游戏了 Hero在封建时代 控制了木头让他经济有点炸裂 后面又被烧倒到一波 这里又收村 资源上有点差距过大 那马力人本身挖进也是比较快的 但我觉得这边资源差距也不是挖进的问题 是单纯Hero这边多线打了好 OK 那这边是点下了一级挖石跟一级挖金 右边又补下了一个城镇中心 3TC开农 然后开始回农了 好 但森旅的部分还没有开始展出来 因为这里并没有看到越南人 继续大量投资更多的工程器 那这边工程器可能要再投资更多 才有可能去展出救赎思想 但是以Hero的这个十一来说 他是很少用救赎思想这个科技的 他都是用骑兵暴力破解 也不是暴力破解 手术破解 对方的工程器 或者是用工兵 锈烂对方的投资车 用这个战毛兵 直接打50下就可以解掉了 好 那现在两边稍微回农一下 游戏时间来到了30分钟 打的是非常谨慎 好 这里 又是一个多线 下方三只生驴 过来 防守 然后这边少年就有一个做个不太好的一个细节 就是他并没有把这边墓区给连起来 Hero的骚扰的路径变得很轻松 当然他这边也是也是能看得到的 如果这边要守好的话 可能还是要再补下更多的城镇中心 好 这里有一只工兵在那边碌碌小小 打得不错 好 投资车过来 正面高地堡 骑士 回走 下面的五只骑士 这五只骑士 应该是做不到事情了 这里骑士回救 高地堡 后边投石车 后面的 一只骑士 骑士 这边有着想到两只骑士的样子 然后目前看起来 Hero还是非常占据优势的那一方 资源来到了3k了 领先3000资源 就如同领先了一个帝王时代的资源 目前臭蜜术两边差距不大 Hero这边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二级伐木没有点到 不知道会不会会记得 Hero这边有个细节也做得很好 这边直接把这个墓区给围了起来 明明刚刚是在这边 出来之后马上就在外面围了一圈 结果这个战毛兵终于被 围剿 围剿吗 被围殴 致死 战毛兵全部送掉 Hero这边应该不会再继续想要出战毛兵 应该会想要全部用黄金兵种 毕竟马力人在城堡时代中后期 黄金的采取量非常庞大 直接抱一大堆骑士 A过去就完事 可能会更好 除非对方转大量枪兵出来 那才有可能回头走这个战毛兵的路线 不然就是要玩走飞刀 走飞刀打这个枪兵 都是很适合的 不然就是帝王打火枪 所以马力人的各种的应对方式 都是都有 玩起来是非常舒服 那其实打工兵路线的话 马力人也可以转步兵 但是步兵终究是步兵 移动速度还是太慢了 比较会常看到在虐菜的时候 才会使用这个步兵 刺猬步兵去打这个越南人 因为每一个时代呢 马力人都会提升一点的步兵远防 但是到了后期 记得远防也是来到8点而已 射下还有2滴 所以数量亦多的攻兵的话 还是可以轻松击杀马力人的步兵单位 OK 这边稍微用生旅着想一下 把这个聪明给击退了 两边继续归缩到帝王时代 可能才要来决战 好 好 这一波上去 走过去 被射倒 好 上方这一波 骑士上前 撞到了工兵 拉走 哇 这两边打得实在是太浓了 这个不快转 看了会有点 大家可能会有点枯燥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快进一下 好 后面补了3个射箭场 马力人这边要转火枪 OK 帝王时代升上去 三级马凯 重装骑士 好 越南这边升帝王 是强武三级射 化学 骑士在后面绕 变身了 但是后方有3只僧侣 招响手术很快 马上拉开 好 左边的部分 但是 撤走 但是右侧又来了 多线进攻 但藤甲弓兵也看到了 好 投资车上高地 弓兵也是 好 越南人这边果然转出了枪兵 马力人点下化学 并没有转火枪 而是选择了转出火炮 三级的弓箭甲 也已经提升下去了 好 越南人 这个 护卫技术 也补了 快大级兵要点出来了 马力人后期的飘翰精神 来了 飘翰精神 马力人的 本命科技 这个科技点下 攻击力 直接加5点 重装骑士伤害高达19点 比游侠还多了一攻 来了来了 马力人最强大的科技 待会就算不再就去投资重装骑士 直接投资肉 配这个火炮火枪 可能都还可以达得以越南的阵地战 除非越南这边转出 比较麻烦的 420滴血的越南大象 那就会比较难受了 因为这个组合 其实就只怕大象而已 那马力人要转出枪兵也是比较偏弱势的那一番 因为他没有大级兵 所以后期可能会有点难受一点 那这边越南人枪兵是有全满 好 越南这边是先转出枪兵防守 先守住 才有后期 有后期才有可能会有大象 那就算后期转出大象 可能阿拉伯的黄金树 也没有办法让你出到更多的大象 甚至精锐毛相符可能都点不下去 所以这边就要看越南这边的操作了 到底要怎么打 好 游戏时间来到了43分钟 现在少年已经满200人口 Hira这边是来到了140人口左右 但是肉跟黄金还是相当充足 火枪并没有转出 反而是选择了战毛兵的防守方式 都是比较省支援的方法 而且又可以同时压制到对方强努兵的一个侧 一个策略 有些观众可能会认为 玛丽这里没有三级射的话 那战毛兵定位时代是不是就不能用 其实还好 因为他有三级弓箭甲 对上对方的弓兵单位时候 远防高达8点的关系 所以他怎么射都是两滴血 所以玛丽人 他只要能坦得住对方强努伤害 只要能摸得到对手就是赚 反正我这个战毛兵不用黄金 这一炮抓到了非常多的强努 至少五只 这边火炮 适应的非常好 OK 这边点下工程工程师 玛丽也补下了水车魔防 再加一下建筑的工作效率 建筑的 这边藤甲工兵 手点火炮 拆敌 没点掉 那越南这边最好是要把后面的火炮解决掉 才能去升级中头 当然中头打这个战毛兵是很好用的 但是不转中头是顾虑到后方 马力人也有火炮 这边先展个藤甲 展个藤甲 但是右边 马力人开始无情盖宝 后面的黄金有看到 好 资源库存 Hira来到了1500的黄金 这次又来到2000 那基本上满200人口 第一波交战都是特别重要的 结果这边一个鬼祟到了后面 鬼祟后面盖马就 Hira真有你的 怎么时候偷偷到后面呢 好看一下正面对决 这边对决 强奴兵在后方努力输出 强奴兵也在急忙赶上 后方战毛兵高打低 效果还不错 但是成甲工兵的伤害实在太凶猛 直接击倒到了这些 重装骑士 重装骑士全速送光 只剩下战毛兵回来 四台火炮 还在慢慢拆除旁边的围剑 上方的三个马丘 开速喷漏码 14点的漏码 这个伤害值 非常炸裂啊 好战毛兵继续反击 火炮后面拉扯 要不要点一下 捕到了一发 战毛兵继续往前补 补 一级攻点下 越南人这边一攻点下之后 三级马凯 米宝补 米宝走奇兵路线 越南人的后期枪兵的 比较尴尬的地方 就是枪兵没有办法 获得三级攻 所以在枪兵对打情况下 是相当劣势的 跟玛丽人一样 所以玛丽人步兵能不走 就尽量步骤比较好 好三级马凯稍补 因为我想说 越南人这里不补清奇兵的话 他的机动性勉强 不是勉强 会明显会有问题 要反制对方的战毛兵跟火炮 就算你有机会 没有漏码 也找不到这个好机会了 这所谓机会是 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这边先提升一下奇兵路线 待会清奇兵就会比较好操作 OK 那战毛兵这边是数量来到了17只 火炮又打到了一发 4只强母陆续倒地 后方的洛马开始持续骚扰 现在少年的臭名书 已经布满100村了 玛丽人 Hero人口还在200 战毛兵还在秀操作 这边洛马无情开打 但是枪兵这边防守的还不错 后面火炮一定要守住 但是少年这里 千万不能用肉马 去阻止后面的清奇兵的马厩骚扰 一定要靠枪兵 因为他的肉马是打不赢的 这边肉马 顶多是拿到前线去打战毛兵 跟去抓火炮用的 还有工程系单位 这些东西 金刚还是要守度正面 原来人点下了品种 但是现在资源上不够 团甲工兵也快点不起来 肉马直接上前 想要抓在后方火炮 后方火炮被打掉了一台 只要拿下一台 基本上是赚 两台三台全拿 完蛋 少年这一波 此战过后 可能有点 再起不能了 最重要的火炮 都被Hero 给用肉马拿下 就是我说 为什么Hero 他其实不常用救出思想 他都是靠肉马 A就结束的那种类型 后方的枪兵果然手都不错 先起兵 还是很努力 继续骚扰 后面居然用一只村民盖寶 这个村民应该是过劳了 好 正面的部分 少年打出了JJ 恭喜Hero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玛丽人对上越南人 Hero还是打得绰绰有余 黄金跟肉都是相当充足的 而越南人这里 最大的问题 可能还是没有转出大象 可能不要转臀甲工兵 继续用这个 转出帝王战毛 配上自己的大象路线 还有枪兵 两个垃圾兵 帝王战毛 加枪兵 还有这个大象 可能大后期 对于越南人来说 会比较好一点 那大象随时也可以 转出轻骑兵来 去打对方的僧侣 所以我觉得 这一把感觉是少年 有点误判形式了 并且后期的这些肉马们 你要用这些工兵单位去追 有点不切实际 以正面突破来说 越南人有绝对实力 那以机动性骚扰来说 马力人还是更上一层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 是由马力人Hero 拿下支援上升率 支援全营 没有一项是输的 非常可怕 连失误也赢了1万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